天助自助者 我特别准备这个手板给大家看 九四要克诉 宇朝老师之前呼吁大家 台湾的国防预算 居然在2021年只有多低呢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你会觉得都1.7是对不对 错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它的绝对值有够大 还有解放决的预算是藏在 什么铁道部 它的预算不透明的 它的隐藏性预算 甚至有些放在国安部跟公安部 其实算起来的话 其实老共的国防预算 美国的智库推估早就超过2%了 我之前呼吁什么 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美国运出结果 我们也要有能力 有那个财政能力 去跟人家买武器 为什么租借很重要 缓不济急 于将军 聂斯再斯的MIA2 也要后年才会来 还有F-16V陆续 还有帕拉丁 海马斯火箭炮 对不起 这几年中国对台的威胁 与日俱增 如果没有办法 那么快研发技术的突破 新购武器人 那两三年之后来 最便宜形式 或是最一刀见血 钱又在刀口上放的是什么 我就给你租 对不对 你美国封存了一大堆的武器 对不对 那些武器如果 符合台湾的需要 我给你租 那租的重要观念是什么 我们要编国防预算 过去大家 念斯再斯 为人所诟别的事 台湾四面还敌 还敌是军机绕敌 我们就一个假党敌 中国 结果台湾的国防预算 不要说 没有到2% 没有破4000亿 比哪个国家还低 比以色列还低 以色列所面临危险 跟谈得差不多 两个国家基本上 随时都可能被消灭 而且以色列经历过 五次抵押中东冲突 以色列国防预算 今年多少 以色列告诉大家 5500亿美元 我们的呼吁 看到了 行政院推出来的 明年国防预算 成长14% 总数加起来 刚好5863亿 这是连特别预算 跟非引力特种基金 所以说就已经跟 以色列差不多 我们要想 澳洲明年的国防预算 一兆2500亿美元 台币吧 对啊 一兆2500亿 如果它是美元的话 这不得了 比美国还多了 澳洲人口跟我们差不多 澳洲离中国 基本上千里之外 连澳洲都知道 身为跨的 或是乌克尔成员 国防预算要备成 更不要说 北约希望所有成员国 这个国防预算 都能占它的GDP的2% 2.5% 所以说你看 创历史新高 这些东西为什么 很简单 如果台湾没有 自卫的能力跟决心 美国人好心替你想 日本想办法 增加它的国防预算 要变成正常化国家 那么我们为谁辛苦 为谁忙呢 我在这里做道德呼吁 国民党很多朋友都说 我们也要保卫这个国家 就不要开议之后 我们知道 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 不要那几个 姓马的 姓陈的 姓吴的 姓业的 这些呢 过去呢 党国防预算的惯犯们 这时候又开始说 哎呀 对呀 明子明高 国防怎么样 我刚才举的类比 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美国愿意通过 诸线法案 台湾自己国家 自己救 以色列的国防预算 是多少 我们跟以色列 等其量 应该不为过吧 对 而且其实以色列的经济 没有台湾这么大 它的经济总额没有台湾这么大